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和先生一同开车时会故意转动方向盘 去撞车等等不合理的邪恶想法 我一直不断接触博士的作品和练习来克服 但有一点让我对博士所讲的话会害怕 就是博士常常提到站在议题来说他是不care的 或者是说样样都好 每每读到或听到这些字眼的时候 内心都会有一种害怕 难道我做出或者没有做出不好的行为 站在议题来说他是不care的 而且都是样样都好 每每有这种联想的时候都让我非常的惶恐 当然我也知道博士所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请博士给予知道 你所讲的强迫思考 强迫的状况 或者我们英文讲OCD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而且已经有那么强烈的反应 都值得让我们大家为你加油 希望你走出来 我相信不光是我 每一位朋友听到你表达的那么清楚 都会同情 都会为你难过 希望你尽快走出来 但是我这里必须用两个角度来把这个题目打开 首先我是希望你也不要那么在意 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罪人 好像有什么行为要过不去 让你还有一个责备 让你认为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状况 甚至认为这种行为要想办法把它消失掉 因为这种OCD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 是多少的问题 是轻微或是强烈的问题 只是差在这里 其实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 本来就有OCD 就有这种行为 这种强烈或是这种走不出来的一种行为 它本身就是在表达一个回路 这种回路它是不断的在转 是透过一种习惯 不但在转成为一种习气 而从里面我们脚要踩个刹车 或是把它压抑 把它处理掉 把它化解掉 越那么强 反而最多只是把它强化 所以首先 我是希望你可以接受我讲这一点 不要在这上面 再去分析也好 再去解释 或是责备自己 其实你讲的 前面我有时候会提到 说一体或是心 它其实不care 假如你回头想 我在什么种场面 讲这些话 你晓得我过去讲了那么多话 对不对 留那么多字 透过全部生命系列 上百万的字以上 其实都是在不同的场面 对不同的人 不同的成熟度 不同的层次 在表达同一些观念 只是说听的人 可能会把它 不要说扭曲 可能就是跟自己的状况 去做对照 而也很可能 就是把很窄的一个范围 我讲的几句话 把它扩大 把它就是从一个题目抽出来 利用在别的 别的状况 那也就这样子 造成一个扭曲 我当时会讲这些话 其实就是希望鼓励大家 不要随时责备自己 不要随时认为自己有罪 让自己过不去 好像就有一个 有个组 或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体 在不断的在批评也好 在评判的 我们每一个动作 在评价 我们是好人 坏人 我们的行为是好的 友善 是恶意 等 这个观念 也就是这种 自我加上一个罪 或是一个责备 后悔 本身就是让我们走不出来 打一个结 走不出来的一个结 让我们这一生 再一生 不断的受到这种制约 它本身就是制约 那我最多是在不断的提醒大家 这种衡量 这种评价 这种评判 其实它是我们自己 小我在制造出来的 是我们小我认为 有一些行为妥当 有些行为不妥当 在那里做分别 或是区隔 甚至不光是对我们自己 做一个评价 评估 还对周边的人 家庭的 周边的人也好 或是这个工作 所碰到的人 朋友等等的 不断的取得分别 哪些人比较好 比较友善 哪些行为 是我比较欣赏 哪些是我讨厌 这就是我们人 透过二元对立 二元对立本身 我们的逻辑 就是在做一个比较 数不完的比较 它是透过比较 衡量 区隔 才可以得到一些资讯 才可以有我们的聪明 所以我讲这些话 是来提醒大家 说不要不断的责备刺激 不要在这里做不断的分别 一体心是在另外一个轨道 它是在一个绝对的轨道 而我们所讲的一切 这个人间是在一个相对的轨道 是从这个角度谈起 你还记得吗 所以倒不是在讲说 一体不care 意思说 假如我有做什么事或什么 倒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对你是真的 你活这个世界有痛苦 有强迫强烈的这种念头 有这种观念也好 甚至可能这也是一种bipolar 就是一种忧郁躁遇的这种状况 有时候可以走出来 有时候走不出来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真的 对你是真的 对你我可能都是真的 所以我们才会期待 有一个体会care 这本身care不care 你晓得这还是我们头脑投射出来的 反过来 你看可不可以接受我讲这一点 我甚至过去也讲过 可能你没有注意 一体本来就是友善的 本来就是慈悲 本来就是大爱 本来就是宁静 而这些本来就是我们的本性 就是你我的本性 我们的本性 你的本性本来就是友善的 本来就是大慈悲的 本来就是想帮你拥抱起来 但是不是我们人间所认为的 友善不友善 慈悲不慈悲 因为这种认得 其实是在一个相对的范围 在说话 所以我们认为 一个人对我们有不友善 会不会care 是从我们的角度 得到一个相对的一个反应也好 有一个对等 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才会说 这种care 不是我们人间的care 不是我们人间在批判 这个是好事坏事等 而一体 他的善意是无限大的 所以一个人 从早到晚 想到一体 他也会想你 是对等的 甚至我过去 用对称法 你还记得吗 law of symmetry 对称法 来表达 你随时疼他 他也会疼你 你随时住在他 那他已经帮你包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些话 即使所讲的 一点矛盾都没有 只是你的理解的角度 可能稍微转一下 可能就这样子 就跟这些话接轨了 他当然会需要你走出来 为什么 因为除了他 除了一体 没有其他的体 其他的体是一个 是我们人 制造一个幻觉 你看 假如你 一只动物 一朵花 他会有其他的念头吗 会想到有一个区隔 我是一朵花 眼前有一只动物 想吃我 或是想 想吻我 或是一只动物 他想说人 可能会害我 或什么 他这些观念 他其实没有的 是人的聪明 或是一个动物 越来越演化 得到比较高的聪明 比较接近人的聪明 分别的聪明 比较大 才会有这种区隔 所以 这些恐惧 你所讲的 不管是OCD 或是其他的这种念头 是我们人 制造的 其实是从这个角度 在讲说一体不care 但是懂了这些 你随着住在一体 其实你从这个状况 已经走出来了 那接下来 我想表达 怎么去走出来 走出来的方法 不是从早到晚 想这个问题 或是责备自己 我刚刚有个念头 不是这个 伤害自己的这个肉体 可能伤害周边 甚至孩子 或是周边的人 不要去分析这一点 反而是透过一个 很简单的方法 我相信你也都知道 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 想说服你 去试 这也就是透过 我在 或是I am 你还记得吗 呼吸的时候 深呼吸 我 吐气 在 不断的 我 在 用这两个字 来观察呼吸 有时候也可以用 用这个一个 比较大的吸气 甚至出点声音 来提醒自己 是我 然后接下来 一个长的吐气 在 我 在 眼前 有个念头 负面的念头 或是你认为是个恶意的念头 没关系 不要去责备自己 责备着念头 最多 只是回到这呼吸 我 在 不断的 不断的 回到呼吸 你已经把这个 把这个念头 打断了 都不要去 分析 前面的念头 好坏 就不断的 回到 呼吸 我在 不断的 不断的这样做 也就是那么简单 那么简单 让你 从一个层面 从一个回路 你赚不出来的回路 跳出来 不是去压抑 那个回路 你去责备自己 其实只是在强化那个回路 跳到另外一个回路 跳到什么回路 我在 我轻轻松松在存在 我在这个宇宙在存在 而我知道我在存在 这两个字在表达这个 而我跟宇宙从来没有分锁过 是一家人 我也是太阳 我也是月亮 也是星星 也是眼前的花 小孩子全部 我在 他喊的全部这些用意 这些意义 全部不用讲出来 他是从这两个字 轻轻松松的表达出来 不费力的表达出来 不断的 就这样子 一天下来 几十次 几百次 几千次 睡觉前 睡觉后 都是这么做 也就那么简单 你从一个很杂乱的念头 突然可以得到一个血症 得到一个同步 回到一个呼吸所带来的步调 这个试试看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那也不要去多分析 也不要去分析 我在带来什么境界 什么种放松 这些都不重要 不断的回到我在 不断的回到我在 当然你做熟练了 你可以再加一个 一个练习 都不要急 也就是 刚好有一个不好的念头 恶意的念头 你这时候 也可以这样子 我在做我在的前面 可以把这个交出来 把它交给上帝 交给一体 交给全部 生命的全部 全部的生命 轻轻松松把它交出来 把它不断的交出来 知道这个念头 恶意的念头也好 不好的念头也都一样 跟你不相关 所以你轻轻松松的把它交出来 把包括责任全部都交出来 交给上帝 交给佛 交给一体 把全部交出来 你对这个一体 信心是无限大 知道它可以接受一切 它可以接纳一切 就不断的把它交出来 有了知道了 不要责备自己 把它交出来 交出来后 接下来 接下来再交出来 再交出来 就一个感恩的念头 Thank you 谢谢 谢谢你可以把它 接纳起来 把它接受 接受我的念头 我的困难 我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些障碍 我全部 全部都可以 全部都可以把它交出来 不断的把它交出来 那接下来 心里安静了一下 再试的做 我 在 我 在 不断的回到呼吸 这么简单 你看 可不可以接受我讲的 那其他我讲的 练习 餐 乘服 等 其实这都行在里面 但是你不要去 特别去追求 首先把心里面安定下来 一直做到 做到什么 你自己会知道 不知不觉走出来了 假如没有走出来 回到这两个 那么简单的练习 而这练习 最多也只是把 这些不好的念头 交出来 交给宇宙 这接下来 用两个字 我 在 跟呼吸 并在一起 我是希望 你这么做 而一段 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再对话 你看这样子 就自然就体会 其实你住在 一体 用那么简单的练习 你就回到一体 住在一体 你接下来 你根本不会在意 一体或是心 care不care 为什么 因为你发现 你就是一体 你就是心 你就是跟宇宙 从来没有分手过 那有什么 好care不care 可谈呢 对不对 那你这个慈悲心 就发出来了 你假如自己走出来 你对周边的人 有同样的状况 会特别同情 接下来 可能你这一生 发个愿 我也可以帮助别人 因为我经过这个状况 我比谁都清楚 他的这个念头 所造出来的 身体上的不舒服 萎缩 让我行为上的萎缩 我最清楚 所以我也可以帮助别人 好不好 我想先这么试 看这样子 可不可以带你一起 你我 我们大家一起 这样走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